我们用的平常的保养品的话 它就是让我们保持我们就是 我们现在的这个样子 或者是如果它会有 你保持原油的样子 然后你可以看起来 你会就是 我们讲外观上看起来更加好 那当然过后 它也有一些的 我们讲看起来 你会改善 你原本可能暗断 或者是你觉得 那个外观不怎么好看 那它会帮我们就是改善 那这个是我们讲保养品 当然我们说这个美容保养品 我们还有如果说 其实有时候我们的皮肤里面 有一些问题 那如果我们要改善的话 我们主要用的就是 我们讲这个 就是这个比较深入 我们讲医美籍的 这个医疗机 医疗方式 这个作用的这个产品 那当然我们的 极库的那个 Kesela的这个美容品呢 也是有这样子分类的 所以我们讲平时 我们用的这些产品呢 它都是给我们保养 那当然今天 我们要分享的 这个Biocare的系列 它其实就是这个 我们讲的 有给到我们 就是 Pharmaceutical的 这个功能的 这个保养品 就是我今天要分享 我们知道我们的 Biocare Ampulse的系列 它有不同的 这个产品 有好几种产品 它有AC 针对这个我们讲 问题机 然后我们有暗藏 有这个青春痘 这些问题的皮肤 的这个系列 这个产品 就是Biocare AC 然后我们也有 就是我们讲 体量 就是美白的 我们有Biocare W 我们有Biocare的 这个 就是Wightening Brightening的 这个产品 这个Ampulse 然后呢 当然我们也有 这个Biocare 这个TA TA就是 针对我们的 这个什么呢 黑斑 就是色素的情况的 当然今天 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们这个Biocare 就是Biocare OK so它呢 是一个比较多功能 就是它 更多我们讲 除了我们讲 这个我们讲 给我们皮肤 更多的这个水分滋润 保湿的话 当然它也有 我们讲 大家可以看到的 屏幕上的 它是可以帮助我们 改善我们的肤脂 就是可能我们的 皮肤会出糟 出糙干燥 它会 就是改善我们的 这一个 皮肤的结构 然后呢 OK 当然我们讲 因为它 有 这个 保湿的作用 当然 它就会让我们的 这个皱纹 细纹 就是可以 减少淡化 当然呢 它也在 这个 这个TA 我们 这个Biocare的 它有很多的 这个成分 有超过 10多种 这个成分 所以它就可以提供 我们皮肤 很多的这个营养素 这样呢 它就做到 让我们的这个皮 这个脸部的肌肤 你可以看起来 就是 溶光 幻发 充满 这个活力 所以这个是我们讲 我们Biocare 这个 MPO的 这一个作用 这个 它的功效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呢 就刚才我说 有很多的 这个什么呢 它有很多的 这个 成分 对不对 那它有三大 主要的成分 就是我们的 这个 人生肝细胞 培养的提取物 当然我们知道 我们极库的 这个 主打成分 一定是 有人生的 所以 我们这个 Biocare 系列 Biocare MPO系列 当然也不会 缺少 人生的成分 OK 当然还有呢 接下来就 我们也有 这个 我们讲 这个大豆的 植物胎盘素 的这个提取物 OK 这个也是我们的 一个主要成分 然后还有就是 这一个 爱好肝细胞的 这个提取 所以这三个 都是我们讲 肝细胞的 这个成分 在当中 OK 所以这一个 我们讲 人生肝细胞 和这一个 大豆胎盘素 所以它呢 就 可以我们讲 是让我们讲 皮肤屏障 是来得 更加的强化 可能有一些朋友呢 他会觉得 他的皮肤很容易受损 或者是很容易 就是过敏的情况 这个是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皮肤屏障 我们 我们有一层 就是我们皮肤 其实有一层 自然的这个 天然的保护膜 所以这个 这个保护膜 就是我们的皮肤屏障 那它如果是 脆弱受损的时候 我们就 很容易 你会觉得 发烫发热 或者是敏感 等等的情况 如果当这个 我们讲保护膜 它变弱的时候 其实就也是会 就是让我们皮肤 引起其他的 这个问题 而这一个 我们讲 癌耗干细胞 是什么 它其实 我们讲 我们做 那个产品 都是用 一定是要 有水分 满液体 对不对 我们通常 都是会用 我们讲 纯净水 来做 这个基底 就是 这一个产品的基底 那当然我们讲 今天 这个我们 Biocare 这个 Ampulse 它的这一个基底 我们讲 我们这一瓶里面 它的基底呢 它是采用 这个 抗感细胞 来做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它更好的 就是我们用 更好的 这个成分 General Bio 它们的一个 什么呢 它就是 研究的 就是自己的 这一个 专利成分 所以这个是 自己研究出来的 这个成分 所以只有 我们讲 目前就是 我们的产品 有这一个 好 当然我们知道 这个它也是 可以帮助 我们讲 整个产品 就是可以 我们讲 我们的皮肤辣 可以来得 更加亮丽光滑 更加的水润 从基底 从皮肤内层 其实有帮助我们 等一下我们来看 为什么 它可以 从我们的皮肤底层 来帮助我们 因为通常 我们的 我们使用产品 可能都是会 在我们皮肤表层 就是 我们表皮层 来帮助我们改善 那这一个 我们的产品 就可以帮助我们 去到我们的皮肤内层 OK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就是 除了我们讲 为什么它会有 给我们皮肤 我们讲 好像干燥 这个缺水 的情况 还有就是 有细纹的情况 它可以得到 很好的改善 因为它也有 这一个 我们讲 玻尿酸 和这个 芦荟叶的提取 来帮助我们 这个我们知道 玻尿酸 它的作用 其实就是 类似像 海绵 这样 如果海绵 缺水 它就是松它 那这个 这个 玻尿酸 其实它就像海绵 它可以吸收 比它 就是水分 高达3000倍 你想象一下 如果缺水 我们有 玻尿酸的话 它会吸收 这个水分 3000倍的话 我们的皮肤 就会 不会起来 看起来 这么干燥 也就是我们讲 我们的那个 皱纹细纹 它的地方 它是可以 撑起来的 因为饱满 OK 这个是我们的成分 OK 还有呢 当然 也有 我们讲 我们 皮肤看起来 我们讲 我们内层 它帮助我们撑起来 也有 这个 我们讲 我们自己的 研发的 提取的 这个成分 就是 这个 胜钛 就是 很多人可能会听到 很多产品 它可能会有 什么钛 什么钛 其实我们也有 我们的这个产品也有 就是 我们有这些 复合 就是 复合生胎的 意思就是 它有几种的胎 来结合 配合的 所以这个是 我们的这个 成分在当中 好 当然呢 还有就是 我们讲 如果我们说 产品 它的这个成分 好 那我们 怎样让 这一个 产品可以 很好的吸收 刚才我说 除了 在我们表皮层之外 也去到我们 整皮层里面 其实我们就 运用了 这一个 我们的 这个 为智囊 教这个技术 就是怎么样 就是呢 它把我们讲 我们这个技术 其实就是 把我们的 这个营养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那些 复合生态 一些生长因子 就是包覆 用这一个技术 包覆在 它里面 一个智囊 过后呢 我们讲 我们就把 这个产品 我们讲 涂抹在我们脸上 的时候 它会 我们讲 这个智囊 它就会 进到我们皮肤 然后进到皮肤 的时候 我们就要表皮 我们就要表皮层 的时候 它就会慢慢 爆掉 就是这个 微智囊 它会破裂 破掉 然后里面的 这些营养素 我们讲 我们的 所 保护在里面的 这些 生态 这个生长因子 它就会 渗入 我们讲 渗入到 我们的 这个皮肤的 表皮层 甚至我们说 会去到 我们的 内层 我们的 真皮层里面去 这个 多了一个 我们讲 它 让我们的 这个产品 更加 好的 吸收 就是 把这个 小分子 注入到 我们皮肤 更加好的 吸收 可以渗透到 更深层的 皮肤里面去 而不是 在我们平时 可能 一些产品 只是在表面的 这个保护而已 OK 当然呢 还有很多的 这个 成分 其中 我们讲 很多人都会说 我的皮肤 会很容易 过敏的 OK 那很敏感 那其实 为了 就是讲 我们讲 我们知道 很多 这个 我们讲 我们的需求 就是会有 这样的情形 所以在这个 产品里面 就添加 这些 我们讲 可以就是 怎样讲 让我们 就是 降敏 降低 这个敏感的 这个 这个成分 就是让我们的 这个皮肤 可以得到舒缓 的这个成分 就有我们讲 这些 绿茶的 提取 这些花椒 等等的 这些 甚至有 这个巨蟹草 我们知道 我们很多 有很多产品 也有 积血 提取 所以这个 就是让我们的皮肤 可以就是 减少 这个压力 可以舒缓 不会引起过敏 就是降低 这个敏感的 这个 积虑的 成分 在当中 所以 这个 是我们的 这个Biocare 里面的产品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有 就是用了 这个产品 之后 我们看到 刚才我们说 它可以什么 美白淡板 OK 就是 提亮这个辐射 然后提供皮肤 更多的水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原本 可能它的 这个 使用者 可以看到 它有 豆瓦 豆瓶 这个色素 一些沉淀的 情况 那用了过后 可以看到 它真的起到 这个美白的作用 我们的这个板 真的是去 已经淡化了 刚才有讲 皮肤 粗糙 毛孔 这个呢 你可以看到 它毛孔 有一些 有一些毛孔 然后呢 皮肤比较粗糙 我们看到 它的 不这么平滑 那在使用过后 可以看到 它的 这个肤质 有得到 很好的改善 所以可以看到 也有 自然的 这个光泽 散发出来 所以这个 是我们 用我们Biocare 可以 就是 这样给到 我们的 这个皮肤 带来的转变 当然 它有一其他的 这个成分 但为什么我们讲 我们现在 可能市面上 有很多 类似 医美肌的产品 那我们在选 产品的时候 要去 就是 看 这个产品 到底它 对我们 的皮肤 到底安不安全 为什么 其实如果说 我们讲 我们的这个 等下我们讲 我们会用 一些 可能 仪器 让这个 产品 更加好的 就是导入 到我们皮肤 那当我们 在这样 做的时候 其实我们 更要确保 我们产品的 安全性 所以在选择 产品 这个方面 大家都要去 做一个 比较 比如说 我们的产品 是由我们 这一个 G&B的 生产 产房 来 就是生产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它意味着 我们的 这一个 产品 它是在 这个 就是 卫生的 环境 然后呢 在整个 制造过程 我们讲 我们的 这个 生产过程 都是有 严格 就是 控制 把关的 就从 我们讲 我们的 这个 厂房 我们的设备 这些 材料 等等的 到 我们讲 生产 包装 储存 都是有 一定的 这个标准的 所以 它是 我们讲 安全的 可以给我们来使用 当然我们还有很多 其他的 认证 比如讲 这个 这个ISO 这个认证 就是 也是一样 就 跟着 我们的 这个产品 就 它是在 标准的 这个 情况下 生产 还有呢 这个产品 我们讲 我们有 通过 Dermatize的 认证 这个 测试呢 就是 对我们 皮肤 就是没有 刺激性 所以 刚才所说的 如果过敏性肌肤 也是可以 适合来使用 还有呢 我们的产品 也是 这个 EWG的 这个 认证 还有 就 也也是 我们的公司 是在 这个 属于 这个B Corp 的 这个公司 就是 对我们 除了 我们讲 产品 好 对我们 讲 在 生产过程 就是 没有 我们讲 有这个 排污 或者是 都有 很好的 环保 之外呢 对这个 社会 其实也 有 这个 贡献 就是 对社区 也有照顾 对我们 消费者的利益 也是 有 就是 给我们 有最大的利益 所以 这个都是 我们讲 我们选 产品 你要去看的 OK 好 当然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产品 到底如何来使用 一个方式 一个方式 就是 OK 我们讲 我们的这个 一盒里面 它是有20瓶的 20瓶 所以 我们使用的方式 就是当我们每次 我们截脸过后 我们截脸 我们洗干净 我们的脸过后 OK 如果我们讲 我们直接使用的话 OK 可以吗 可以 那 它的步骤 就是截脸过后 我们需要 先 使用 那个 我们的 爽肤水 我们的 比如说 我们即刻有 我们 Hydration Toner 或者是 我们有 这个 这个 Intraderm的 这一个 Toner 或者是 我们有 Kesela T的 这个Toner 我们都可以使用 先使用过后 我们再用 这个 BioK 那你打开 你就是 涂抹 就涂抹 均匀在皮肤 给它吸收 那一瓶 我们讲 开了 过后 你就用完 当然我们讲 这个 有一瓶 是有五个ML 所以你需要 一些时间 来给它去吸收 等它用完 OK 好 那当然 我们说 如果呢 我刚才讲 我们会借助 一些仪器 让我们的产品 的吸收 会更加好 那如果说 你想要 一个方式 我们让它 更加 更加的渗透 其中一个 就是 我们可以 配搭 我们的 这一个 Venus Peel 我们的 这一个 什么呢 我们的 这个海藻症 来帮助我们 那就是 怎样呢 如果使用的话 就是 如果你在 使用 你 我们知道 我们的 这个Venus Peel 不是每天使用 对不对 可能我们 一个星期 一次 两个星期 是我们的 皮肤情况 来看 当我们在 用了 比如说 今天 是使用 这个Venus Peel OK 我们使用了 Venus Peel OK 当然就是 跟着Venus Peel 的这个 护肤程序 过后 我们会用 这个Sooting Mask 然后其他 那第二天开始 因为我们 我们第二天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 当我们接脸过后 我们就可以用 我们的这个BioCare 让它 我们讲 更加好的滋养 因为我们讲 我们的皮肤 在使用了 这个Venus Peel 过后呢 它会开始 怎样 它会开始 活跃嘛 开始 就是有 这个 有治愈力 就是激发 我们的治愈力 那它就 在这个时候呢 给这个下 这个我们讲 添加 这个我们的 保养成分 这个Venus Peel 的话 就会给我们皮肤 很多的这个滋养 刚才我们说了 我们有很多 这个成分在当中 OK 然后呢 我们讲 过后你就可以 用我们的 这个Skin Innovator 当做是我们的一个 这个面膜来使用 然后这个是 就是你可以就是 Overnight 就是你可以当做 Sleeping Mask 来用的 So 让我们讲 这个营养品 就是更加好的 就是被我们的皮肤吸收 这个是一个的方式 如果我们用 OK 当然呢 你也是可以用 其他我们讲 工具 我们讲 我们可以用 MTS MTS 这个MTS 就类似我们的 这个Venus Peel的 这个作用 OK 类似Venus Peel的作用 也是一样 就是第二天 你才开始用的 这个 我们的这个BioK 或者是 如果呢 我们相信 有一些伙伴呢 是有买 我们的这个BioK 系列的配套 就有 赠送 这个Airbrush 这个Airbrush 就是一个喷雾器 那你就可以把 这个BioK 就倒入在 这个 它的这个 容器当中 那一样的 就是接脸 Toner过后 你可以把它 就是喷 在整个的脸上 这个是 一个方式 或者是呢 我们也可以 借助 如果有 这个 我们有 这个 Gawani的 Device的话 也是可以 用那个 Buildy的 这个 这个功能 来帮助我们 更好的就是 导入到 我们的皮肤 里面去 这个是我们 可以借助工具 它可以去到 我们皮肤 更深层 好 都可以用 这些方式 来用 好 那么当然 这个 就是我今天的 这个分享 我们 这个 这个什么的 BioK呢 就是我们讲 我们护肤品 系列里面 就是 我们讲 起到 这个 医疗作用 的 这个 产品 所以大家呢 就 不妨可以去 尝试 不需要 我们说 这个就不需要 说 你要 我们讲 去到 什么 美容院 去到医美 你才可以 享有 这样子 我们讲 这个高疗效的 这个 我们讲 护肤 so 这个 希望呢 就是可以 帮助到 大家 我们讲 这个 如果我们讲 平时我们去 做一个 一个医美 疗程 少着 几百块 ok 对不对 ok 多着 可能你上千 几千块 一次 那当然 我们讲 它也是需要 后继的 保养 我们也是可以 使用这个 BioK 那如果你说 你可以 用这个 BioK 我们讲 刚才我说 有不同的 系列 来做 就是 保养的话 如果我们讲 我们去美容院 做护理一次 你做比较好的 那个 这个 什么呢 treatment的话 可能是两三百块 那我们讲 如果我们这个 一罐 BioK 的 这个 的 ampuse 我们加入在 我们的那个 我们平时的 护肤里面 一罐 它的价值 价格 我们讲 我们的价格 少过二十块 如果你比较 你去做一个 两百块的 treatment 和你自己在家 用多一罐 这个二十块 二十块的 这个ampuse 加进去 你就可以 有不一样的 这个效果 所以呢 大家可以 去来尝试的 好 那这个是我 今天的 这个分享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好 感谢观看